从一无所有到如今的倒碎 桥梁工程能不推进 以往的各种工程难养 技术突破都还厉厉在目 我当时广泽街直直蒙屋边 我从小到原家都会剩下 但是它则划划划刑 这个新国的印象 有了道部大桥之后 我们的农村产品 广泰台湾台和珠三角的地方 就更便宜很多了 从这个桥好像因为镜头 观察到广州交通的变化 和东江两岸的变化 海珠桥啊 是广州珠江上的第一座夸江大桥 这张照片呢 是我34年前拍摄的第一张海珠桥的照片 它记录了当时啊 自行车时代高峰的时候的一个盛化 所以我每个十年都找这一个同样的地点 去拍摄海珠桥上上班的交通状况 明年海珠桥这座老桥啊 开始建成通车的90周年了 我打算还要回到这个地方 记录它90岁的样子 我自己呢是建筑师出身 海珠桥呢实际上是我设计完成的第一个桥梁的作品 我可以突破这个桥梁工程师的局限 从更广阔的一个视角去思考桥的定位 所以海珠桥本身呢 它是跨界合作的作品 我们就希望它能够体现跨界的基因和突破的精神 海珠桥建成之后呢 它很好的融入了市民的生活 不仅连接了城市的两岸 更成为了新的文化名片和地标 提升了城市空间的生活品质 成为了一座人文之桥 海珠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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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提kra 除了一粒粥,再把石頭紡紮抹過來 那時作用燉的東西還要大 不如有子區別的東西,都是巡走人家的東西 那時光之鯊停下去,才會對這個食物 後來這小鯊鯊撿起來,光之鯊就成了警符 我當時光之鯊自己無法地鯊 我剛才很慎在途中吃的 当时他说我车路边 一轻软一软一软 在广西街的时候 我使用我的直播 后来又变成我的耿车 推到他车车 推到我家 都会变成我车 我们渡泊村是衣山荡水 以前交通比较山多 弯多 有了渡泊大桥之后 我们的农土产品 运到大湾区和珠三角的地方 就方便很多了 渡泊大桥是连接着 我们的南北停止 只要交通 看到我们渡泊村的发展未来 我叫周金主 是来自韶关的巴黎号 生中风道是我参加工作以来 第五个大项目 我最骄傲的是 保力长大重建的零点羊大桥 很多工程细节 都是所在的领域的创新和突破 我们的每一步 都是走在世界的前面 我们八年后这一辈 可以说是现在调量的空间力量 我们自己一路走来的轨迹 其实也刚好见证 大湾区交通就是飞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来自韩的民众 大湾区交通